昨天傍晚五点多 市民秦先生向新闻热线来电反应 他在杨浦区中山北二楼近黄青路的人行道上行走时 不慎跌进了一个深约三米的无盖硬颈内 导致身上多处受伤 事故发生后 秦先生被120急救人员送入了新华医院检查 随后他再次赶到现场 记者看到秦先生的头面部 腿部 手臂多处受伤 据了解 当时秦先生和朋友行走在人行道上 突然一脚踏空跌入了印井内 等我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掉到下面去了 当时吓了一跳 我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到下面 记者发现 秦先生跌落的印井边 施工方既没有设置警示标志 也没有夹装盖子 秦先生认为 施工方施工时未采取防护措施 存在安全隐患 要是对施工的话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警示标志了 护来什么的都应该给这些车 那根本都没有 事发后 施工方在吴盖印井四边临时用围栏围了起来 目前 秦先生正在与施工方交涉 要求予以赔付 记者宣克琼报道